在葛仲综艺节目当中 有一个类型的发展是非常好的 那就是选秀 从老早以前的快乐男生和超级女生 到已经停播的创造营 青春有你 再到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好声音 还有刚刚收官的青年派计划 和现在正在热播的舞台2023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选秀综艺每一次播出的热度都是挺高的 因为华语乐坛真的需要选秀综艺来输送新生力量 这么多年来 从选秀走出来的歌手可以说是太多了 而且好多都已经发展成了实力和人气并存的一线明星 比如李雨春 周笔畅 陈楚生 张远 周深 张碧晨 孟美琪 吴轩怡 于书星 安琪等等 原本想助选秀综艺 创造营 和青春有你 停播之后就再也不会有这类综艺了 没想到看了 舞台2023 之后才发现 原来选秀还是可以做好的 舞台2023 这档综艺节目的导师阵容是相当强大的 有周深 黄启山 Ella 陈佳化 王嘉尔 蒲仔范 话说 这几位导师 哪个拿出来放到综艺里面不是流量和实力的代表呢 当然 选手阵容同样是非常降大的 而且很多都是老熟人 要是经常看选秀泪英宗的话 对他们肯定不陌生 比如孟美琪 安琪 徐若乔 庆莲 卓海豚 王OK 蔡维泽 奥斯卡等等 话说 舞台2023 为了能出圈也是下写本了 因为这些选手并不是那种无名选手 有好机位都是出过道的 而且还以歌手的身份被邀请参加过英宗 毫不夸张地说 这些人的实力是经过观众认可的 只要看到这样的名单观众就愿意去追这档综艺 比如孟美琪和安琪 两位一出来的时候 其他选手就直呼没法比 因为他们就是从众多选手中比赛走出来的 说白了 孟美琪和安琪这样的唱跳歌手随便玩一玩 都能碾压其他选手了 因为实力就摆在那里了 不过 孟美琪和安琪也有属于自己的坚持 比如 安琪在一开始拿到免死金牌之后 宁愿得罪节目组也要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弟弟妹妹 因为 他深知选秀这条路有多难走 在安琪被淘汰之后 他也说自己觉得只有裸分晋级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说白了 这是安琪的自尊心 是他的底线 他只想靠实力取胜 要是靠那些赛制赢的话 他的心里是顾不去的 当然 这样的心态孟美琪也有 毕竟都是成过团的 而且 孟美琪在巅峰时期的资源已经非常多了 甚至都已经当过好几档综艺的导师了 毫不夸张地说 要是孟美琪不出事的话 他应该是坐在导师席上的人 而不是站在下面比赛的选手 试想一下 当你拿过自己专业上的冠军 而且 在行业内已经做到了接近天花板的水准 一下子 把你打回原型去重新开始 你能接受吗 在这期节目中 孟美琪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孟美琪的拉不下脸 让舞台2023彻底被打脸 这次的赛制同一组的选手既是队友又是对手 他们需要一起合作一个舞台 但他们又需要互相比拼分数 孟美琪 卓海豚 吴瑶涛合作的舞台真的是相当炸裂的 不夸张地说 这个舞台堪称是这荡综艺目前位置最好的一个舞台 不过 合作的舞台是挺好 但三位还是有排名的 根据现场观众的投票 吴瑶涛获得了第一名 卓海豚第二名 孟美琪垫底获得了第三名 作为守护者来说 孟美琪完全可以给一个零分或者低分来保证自己的分数 从而让自己不被淘汰 然而让人默想到的是孟美琪直接把自己的所有分数563给了卓海豚 实话实说 孟美琪这个操作真的是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操作 因为这意味着自杀了 孟美琪给出的理由也非常简单 那就是他觉得自己以这样的分数进入到下一轮不会有一个高的排名 与其这样苟延残喘地活着 不如直接退出 用这个分数来帮助自己想要帮助的人 说的直白一点 孟美琪这就是拉不下脸 只能接受赢 也可以说是输不起 孟美琪这样的操作 真的是彻底打了节目组的脸 因为这会让比赛的公平性变成一个笑话 话说这档节目的赛制本来就让选手有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 只要会选择 即便是实力没那么强也能一路晋级 在以往的给分环节中 最多的也就是100分 节目组也没想到会有人直接把所有分数全给到别人 孟美琪这样的操作 真的是打了节目组一个措手不及 我觉得节目组是忘了设计分数上限了吧 按照节目的规则来推断的话 所有分数应该最高就是100分了 但这次却没有设计上限 真的是太让人尴尬了 有了孟美琪这个563分之后 卓海豚肯定成第一名了 而且根本不需要努力就能一路走进决赛了 虽说下期节目中 节目组设计了一个一键清零的规则 来应对孟美琪的操作 但赛制有漏洞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 作为一荡竞技类真人秀来说 最基础的公平公正应该是要保证的 这些选手的实力本身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他们同台竞技本来就不是很公平 节目组为了平衡选手实力之间的差距 设计了什么挑战者守护者等等 我真的想说节目组这样的操作不是让不公平的赛制变得更加不公平了吗 前有安琪后有孟美琪 两个人的表现可以说都对这样的赛制非常不满 当所有选手都在千方百计想住如何利用规则去晋级的时候 安琪和孟美琪都选择了反其道而行 这真的是太打节目组的脸了 在这样的赛制下最终选出来的冠军 我真的想问一下 大家服吗 中文字幕组